当武汉按下暂停键的时候 它在这个城市的脚步从未停歇 我们就对企业进行封闭式的管理 持住就在现场 我们全国的所有分厂 全部开出马力生产 没有停产 当春耕生产迫在眉睫的时候 它的云土耗肥滋养天下粮仓 他用高效管理实现了逆势突围 他用责任担当赢得了社会尊重 28年的创业历程 他务实诚信 引领企业走向行业之巅 他创新实为 带领企业迈向国际蓝海 风云川商带您走进 云图控股董事长牟家云 欢迎收看 2020年初 一场疫情让武汉按下了暂停键 四川的一家大型企业 拥有员工一万余人 其中有近7000人 在湖北的生产基地 然而他们在疫情期间 不停工不歇业 不仅没有一个员工感染新冠病毒 还有效保障了企业及员工的生产生活 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这家企业的掌舵人 云图控股董事长 某家云 某董事长你好 云图作为一家农资企业 它的主要运营项目是哪些呢 我们企业成立于1992年 在2011年在深交所上市 我们长期致力于打造 化肥全产业资源链 致力于做全球领先的高效种植 解决方案的起工者 早在2020年的大年初期 云图控股就向湖北一区 捐款300万元现金和多种防疫物资 然而却鲜有人知道 云图控股在湖北应城 松资 宜城等地 均有规模不小的分子公司 他们在疫情期间也遭遇重创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遇到这些情况之后 怎么去克服它呢 我们就对企业进行封闭式的管理 当时呢我们就在全国购买棉被 购买电热塔 购买面包 牛奶 鸡蛋 及时送往我们的基地 持住就在现场 一把手做门岗的测温员 我们的干部把饭食送到生产岗位 我们的干部把自己的床让给员工住 我们的员工说 这个我们在工厂里 比在家里还更安全 所以说员工心里呢更踏实 同时呢 当地政府对我们的防控措施 也参与一些检查 他们觉得我们的防控措施呢 也是非常到位的 所以说很多时候 有些地区某些厂 停产就是怕人员拒绝的时候 而当地政府 比如说湖北 在一些重灾区 他们反而支持我们生产 为什么 就做得非常好 就是因为我们的防控措施 做得很好 在我们的整个疫情期间 我们整个云土 一万人左右 没有一例感染新冠病毒 我们全国的所有分厂 全部开足马力生产 没有停产 特别是李特强总理提出来 要保存根的时候 那个时候全国急需肥料 这个龙石不带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积极地生产 积极地发育 在业内也引起很大的反响 业内很多企业 因为这个交通的阻塞的话 他们采购不到原料 他们的员工不能到位 他们的产品发不出去 而由于我们的防护措施 到位了以后 当地政府还为我们 开路 让我们的产品 能够通过安全通道 能够发运出去 因此公司 在一季度的报表当中 我们的业绩大幅度的提升 我们的产值 比去年同期 提高了6.7% 我们的利润 比去年同期 提高了47% 这个在业内 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这是一家怎样的企业 又是怎样的企业文化 才能使得它在面临危机 甚至灾难的时候 临危不惧 通过高效管理 逆势突围呢 我们公司呢 有一批这个子弟兵 从公司92年开始 我们就提出了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就是诚信 务实 团结 奋进 就在这种企业文化的打造下 我们培养了一大批的子弟兵 他们招之急来 来智能战 战智能胜 这就是我们公司最宝贵的财富 所以在这个疫情期间 我们公司的动作非常的快 很快就做了响应 所以从上到下 就形成了一股旋 把这个疫情的这些工作的话 都能够应对上去 是您经常这样要求的吗 怎么做到这一点呢 这个呢 通过我们对他们企业文化的培训 公司要爱员工 员工也要爱公司 同时呢 公司要给员工发展的平台 在公司呢 我们是赛马不像马 这句话怎么去理解 就是说 我们在马的挑选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要比赛 谁跑得快 我们就选谁 而不是谁好看 我们就选谁 在 用实践来检验 在我们的发展当中呢 我们都是考虑的是 你给企业做的贡献 我们现在通过我们的内部的改革 把一些权力下放到基层的分场 让听得见炮火的人去做主 让他们对基层的 他们的部门的事情呢 去及时地进行处理 有人说 21世纪企业的竞争 实际上是人才的竞争 其实云图的人才储备 从某董创业之初就开始了 他用妈妈般的关怀 爱护企业的每一个员工 即使在2008年金融危机 企业面临巨额亏损的时候 他依然坚持不裁员 还给员工发工资 涨抢金 当时我记得我跟他们讲了一堂课 叫为家打好这份工 我们今天的工作不仅是为了老板 为了企业 更重要的是为了我们的父母 为了我们的孩子 让他们能够过好更好的生活 那么就需要我们去付出 为企业做出贡献 当他们对这个企业产生了 信任度的时候 他们就会去拼搏 他们就会去努力 就会做出成绩 同时得到应有的报酬 这就是我们公司在人才管理方面的机制 这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 所以在疫情爆发的时候 我们的很多干部 我们的很多基层干部 到我们的高层干部 都能够主动地站出来 为企业党风雨 其实这个时候 他们已经没有把企业 能单纯当一个企业 而是当着一个 自己的另外的一个家 来进行这样的 可以说是全身心的一种投入 我也知道 咱们上次也聊过 很多员工都把您当做妈妈来对待 真的我是把他们当儿的 困难的时候 我都下到各个分场 我这几年老了 我都给他们煮饭 还给他们煮饭 给他们弄红烧肉 他们都喜欢吃我做的红烧肉 现在我这两年老了 做不动了 以前我都跟他们做 真的我觉得我们这个家 都像就是这种大家提议 在牟家云28年的创业历程中 公司遭遇过市场不景气 农民不认可 竞争对手 恶意报复 甚至企业濒临绝境等等危机 然而公司的企业文化 却是支撑他在任何情况下 都能勇往直前的利器 诚信 务实 团结 奋进 没有华丽的词葬 只有简单而朴实的文字 但这却是牟家云 一直真诚去践行 用心去维护的 然而 正是这种最简单的态度 诠释出最艰难的管理之道 也正是这最朴实的责任 绽放出最迷人的招化 我记得在2008年 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 由于当时的蝴蝶效应 让中国的经济也受到很大的冲击 当时我们库存的原料 一下就 从价格上就省失了 6000万 当时公司还不是很大 6000万对我们来说是一个 比较大的数据了 这个时候很多厂 对原来跟客户签订的合同 就要求涨价 但是我们公司呢 在当时跟客户定了的价格 就没有涨价 因为这样 我们就又损失了4000万 由于我们的诚信 让客户 他觉得跟云图做生意 是安全的 还有我们的产品 是走在世界和国内的前面 他们觉得用云图的产品 是高质量的产品 是新的产品 还有就是跟云图做生意 我们对我们的客户 也要进行培训 做什么样的培训呢 一个是在肥料使用方面的培训 第二个是关于企业管理的培训 就是说作为他们一个小的经销商 怎么去管理他的团队 怎么去提升 而且他们觉得在云图能够学到 云图发展的一些新的理念 就是我们怎么发展起来的 我们怎么从45万发展到今天的 就是28年的时间 发展到今天的总资产 100个亿 我们每年对农民的培训 要开上千厂 我们有一百多人的团队 要下到农村的基层 去对他们进行 这个肥料的使用的指导 同时交给他们使用的方法 让这些经销商 让这些农夫懂得怎样去做 他觉得我们的东西更实在 庄稼一枝花 全靠肥当家 这句老话说明了肥料的重要性 化肥质量的好坏 直接关系到庄稼的涨势和收成 也关系到农民的收入 而2020 本因万物复苏的春耕时节 却被照上了阴霾 致力于为春耕生产 保驾护航的云图 除了要防疫控疫 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留住春的脚步 让广大的农民不误农时 云图发展的底层逻辑 就是以客服为中心 所以在疫情期间 公司对于客服 能够准时地送货 特别是一年之际在于春 能够春天地 准确地把肥料送到当地 这个是对农夫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在疫情最年重的时候 当时封城 很多地方都不让人走动 在这个时候 我们采用腾讯会议和线上直播的情势 和我们的客服进行沟通 到后来情势逐渐地变好 这个时候 我们的销售员可以走动 但是很多饭店 很多旅馆都没有开门 我们的员工为了及时地 检举充根生产的问题 他们迅速地开着自己的车 开着公司的车 然后到目的地 到我们的经销商那儿 我们的客服那儿 去和经销商沟通 宣传讲解 他们带着方便面 晚上就住在车上 在车上住 所以这种我们员工的 这种风餐露宿的这种状况 在我们这个企业 可能还比喻皆是 大家知道 三月份是全国南方 和中国中部最需要肥料的时候 很多农民买不到肥料 而我们能够及时地发到肥料 及时地运输 让肥料到他们手头 我们的员工及时到基层 给他们指导 所以说更加加强了 他们的对我们的信任度 疫情作为一次爆发性的灾难 不但让人们的生活方式 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变 更引起了中国企业家的思考 乌卡时代 即面对不稳定 不确定 复杂 以及模糊的世界 作为制造业的企业家 为巩固行业地位 优化行业标准 到底要做哪些准备 作为中国西部规模最大 销量最多的复合肥制造商 云图控股发展方向 又该如何拟定呢 面对这个疫情当前的不稳定性 和不确定性 这种复杂的环境 我们云图坚守的底层逻辑 就是为客户提供价值 公司呢长期以来 原长江原岸打造 我们符合肥料的原材料生产基地 自己生产的原料自己使用 形成了优势的产业资源链 这是很多企业还很难做到 那这样的生产基地 这样的产业链 比较有代表性的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比如说我们的林矿 在四川的雷波 它通过水道就可以进入长江 可以把我们的林矿 运到我们的湖北 运到我们的松枝 运到我们的离城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自己开的矿 自己来使用 另外一个呢 我们公司靠近市场建厂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山东地区 在荷兰地区 这些地区的话都是 肥料使用的重点区域 我们就在那里建厂 我们的发运就很快捷 我们的销售也容易做生 那么在疫情的时候呢 很多企业有了产品也发不出去 我们呢 一个是当时在湖北 当地政府跟我们提供了 这个优先的通道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靠近市场建厂 及时解决了我们肥料的发运 保了春根的生产 其实早在建立产业链优势之前 牟家云就已经在着手 建立企业的技术优势了 由云图控股和国家标准委员会 共同起草的水溶性肥料行业标准 于2013年6月1日正式实施 同时以此标准为基础修定的 水溶肥国际标准 经ISO国际肥料标委会立项 并讨论通过 于2016年3月15日 正式在全世界范围内颁布实施 我们在全球的水溶性肥料的 标准的颁布 它体现了我们中国 在世建肥料行业的话语权 那能获得这样的国际的话语权 和国际的行业这样一种地位的话 其实一定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个跟我们公司长期以来 非常重视科研的发展 很有关系 从94年开始 我们就走出去学习培训 我记得当时94年 97年 99年 都是我作为省科委的 当时的专家考察团成员 我们去考察了 美国 日本 加拿大的一些肥料的先进的技术 后来到11年 我们又去考察了 以色列的一些技术 我们引进了一些先进的技术 用在我们企业的发展当中 同时我们拥有强大的研发队伍 同时在国内 我们有与全国农季推广中心 全国小麦工程中心 和西南农大 还有华南农大 等等一些科研机构 共同研讨开发了一系列的新品种 其中也包括水溶性符合肥 特别是在中国 这个缺少水的地方是很多的 水溶性符合肥 它能够及时的溶解 通过这个管道 通过敌管 及时的能够在着物的不同时期 给他们提供不同的营养 这样的话降低了成本 提高了效率 这在国际上都是一项先进的 肥料的一种技术 所以说公司在这方面 花了大量的精力和成本 中国的制造业要再出发 很重要的一点 无疑就是要去重塑一个竞争格局 其实通过我们这次的 这个疫情的一些突发情况 也是给我们带来一些挑战 同时也带来思考 甚至是反思 农业是我们国家保民生的 这个一个产业 一个基础 所以说化肥呢 它也是粮食的基础 基础的基础 所以呢我们觉得 这个在疫情当前的时候呢 我们更要把化肥做好 满居我们农作物 农业生产的需求 我觉得呢 这也是我们对国家 对人民的一种贡献嘛 另外呢我们公司在八年前 就开始了一带一路的这个开发 我们在泰国 越南 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地区 就开始了建立了分公司 进行了肥料的销售 国内的保民生 国际的一带一路的新市场的开发 都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机会 现如今面对单边主义 贸易保护主义上升 要求企业务必走向自我突破 自我迭代的道路 那么面对新的竞争 云图对于突破发展 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呢 刚才我们讲到的是好的方面 我想问问就是 我们有没有遇到一些 特别有压力的地方 我觉得呢 目前呢 这个大家都觉得 生意不好做 企业很难管 对 但是我觉得我们呢 由于这么多年的积累啊 让我们有一定的基础 但是在前进当中呢 依然有很多困难 我觉得边走边学 边走边干呗 路都是人走出来的 我相信呢 云图呢 现有的这些基础 都给我们奠定了 我们向前发展的 这个条件 无论是技术基础 人才基础 市场基础 还有我们国际开发的 这些基础 都是我们发展的一些 基础的东西 我想有了这些基础的东西 再困难 我们也是可以克服的 确实现在 这个单边主义啊 这个让出口啊 等等这些都 有些困难 我们也受到一起 但是我觉得东方不亮 西方亮 公司 我们优势的产业链 就地的建厂 我们的多品种 比如说我们的肥料 我们的化工 我们的纯碱 我们的盐 我们的灵矿 各种产品的综合协调 也是我们的优势 我相信呢 云图也会走出困境 取得成功嘛 我觉得 作为董事长 我还是信心满满 作为这个 川商呢 我们要发挥 川商的这种 艰苦奋斗 持苦耐劳 积极开拓的这种精神 进一步地为中国的经济呢 的复苏 为我们四川经济的 进一步发展呢 贡献我们云图的力量 我觉得呢 这也是我们云图 对国家 对民族 对四川人民 应该做的贡献 也是我们的责任 已在复合肥领域 耕耘多年的牟家云 更相信水稻渠成 后激勃发 目前公司已经掌握了 消极复合肥 水溶性复合肥 等先进品种的核心技术 成功地申请了 百余件专利和技术成果 这些使得云图控股 在创新发展上 更加有了底气 相信企业持续打造 化肥全产业链优势 做全球领先的 高效种植综合解决方案 提供者的发展目标 将为企业带来 更大的机遇与动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